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使用的角色是V 角色的性能在我之前的影片中有提过 如果对于角色不大了解的话 请也可以去看一下 V是这一次号称 游戏打里猎界最好的好朋友 重点就在于秒数的限制 以及一只角色可以当5SB使用这一点非常强 不过想要快一点攻略的话 其实有很多玩家 会放两只刚好合作的雷金雷夫 但酷奇只有一只而已 所以这一次的编程呢就变成这样子了 不好意思 难得有机会入手两只Vergio 所以想要这样子组 我们就直接来攻略一下吧 GO 这一次的编程呢 一开始就凑了满满的20个SB 所以开场我们就先把Vergio的技能开掉 然后让游戏变身 恰库鲁的技能也可以先用掉一次 再做两回合的加速 技能满载 超多的 这边我们可以先稍微存一下 有存技能的话等一下碰到名后 游戏的技能会比较快跳起来 不过8秒的限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再消一下 把暗珠留下来 接着这边做横排 有耐久加上加速 其实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技能的回合数 这样子Vergio还有一回合 游戏还要5回合超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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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一個橫牌 接上水 現在只要碰到惡魔type的角色我都非常的開心 完全不用擔心火力的問題 我們先來說一下每隻角色的定位 首先是V 自身的技能可以做一回合的加速 然後有給他吃一個毒的潛在 Chakor雖然說顏色不對 但解禁消和延遲很好用 Legging Lev 是帶5SB的角色 裝備的是Niko的武器 基本上會存到2技在使用 兩隻的Vergio超強 技能回合數短 又可以用來覆蓋攻擊積檢 有時候甚至可以做水的貫穿 遊戲的話這次配一個殺手的武裝 打贏屁龍會更好通過 第四關的大長球 大長球這邊我們第一回合先解鎖一次好了 先解鎖 等一下才能從垃圾桶裡面撈珠出來 然後乾脆全部都撈出來好了 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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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每次從垃圾桶裡面撈出來都有一些可怕的口語 這邊靠遊戲的顧傷 接著大長球會撿手指 通常在這邊一般的隊伍都要先做一下手指的對策 不然會很痛苦 遊戲過去在做手指的對策的時候大概都是放萬聖愛貓吧 那現在完全沒有這個必要性 所以編成的空間能夠更廣 一樣個盒牌 乾脆丟掉 其實我們都丟掉也沒差 下一關又要再使用技能了 戰彈狼我們就開一次Vergio的技能 把攻擊力上升 接著一樣 哇 等一下 按好少按好少 完全沒有看清楚版面 其實這一隊的回復力不算高 所以血太少的時候記得先把Vergio的技能開掉一次 除了能夠攻擊上升之外呢 回復力也有2.5倍 Vergio這一邊我們就直接撈珠出來好了 撈珠出來再消感覺比較順 5 6 7 呦啊 需要COMBO的時候沒有 嗯 不然我們這邊就先把遊戲開掉一次好了 遊戲的技能呢 主要只要在MP龍那邊使用而已 所以可以一直開沒有問題 這一次我其中一隻Vergio是裝備有回復強化的武器 所以回復低的時候其實也可以消4顆 小補 光屬性這一隻就需要開技能打了 不開技能要存9顆有點困難 沒有 那我們就開一隻Vergio 這次技能的快轉率非常的好耶 兩隻Vergio是6回合 然後B是7回合 遊戲是10回合 然後B的技能又有一回合的加速 貫穿之下遊戲的火力大概是4億左右 平砍的話應該是雷斤隊伏最高吧 有兩個COMBO強化 欸 塔納托斯我們就先解鎖一次 然後加上敵人又是惡魔type 超級輕鬆 啊 不過沒有水耶 想說來湊個水讓Vergio的火力能夠起來 沒有水 沒有水 好吧 那就貫穿 火力不夠的時候就貫穿 常態 敵方90%的盾也是輕輕鬆鬆 暗暗 等一下喔 版面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要先耐久一回合嗎 還是開技能啊 那乾脆就把Vergio的技能開掉好了 一回合加速 然後這邊我們直接用橫排配上7COMBO打就好了 LeggingLevel的技能基本上是不會開了 要到MP龍那邊才會使用 除非中途碰到一些難關啦 但是如果碰到貓咪的話 可能就需要開掉一次也說不定 龍姬這隻角色也是惡魔type 我記得是惡魔和體力吧 所以我們可以輕鬆轉 但是我的手要先注意一下 好啦 至少有6顆 所以我們可以輕鬆轉 這一關的暗黑騎士 我們就直接開Vergio的技能 接著貫穿位置我們就放在下面這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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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貫穿就好了 最怕就是手殘 有毒換交換隊長耶 這次交換隊長有用在排行榜上面 所以也算是一個還滿重要的潛在覺醒 至少我自己是還滿缺的啦 至少我自己是還滿缺的啦 稍微把一些暗珠留下來 YOSHYOSHYOSHY 那這次一定要勝利 很難得耶 每一次都碰到五色 氣都氣炸了 卡咪努雷這一隻會剪手指 不過沒有影響 那我們這邊要不要開個技能打 開遊戲打嗎 等一下我怕技能會不夠 先246 等到延遲不要好了 我們開遊戲 開完遊戲之後 暗珠的量真的是有點太多了 我們可以順便來看一下那個耶 貫磚橫牌的火力 貫磚橫牌遊戲能夠打到6億多 不過剛才combo數也太低了 交換隊長沒有問題 這次不管交換到哪一邊 都能夠稍微耐久 不知道光靠橫牌打不打的穿耶 畢竟好可怕喔 延遲好了 延遲就是要在這邊用的 不用太浪費 阿對 撿手指 手指 Rudgeon的固定八秒真的是神救助阿 就讓你來用一下狀態好了 野人的狀態呢 是會無效盾 然後加上回復減是不是阿 但是既然已經換回來了 我們就做貫穿 其實理想啦 應該是要讓V吃 交換隊長的潛在 然後Vradio吃毒的潛在 會比較好 這邊呢 這一隻敵人非常的硬 基本上是需要做到貫穿啦 不過這一次阿 上面有轉轉 所以我們就把上面先變成橫牌好了 接著下面就來想辦法消除一下 一個橫牌加上一創暗的火力 大概也只能打25%而已 沒有耶 卡到一半耶 六強中還要多 欸 都看這個情況 可能有兩個暗橫牌會比較好 不然我們就先開掉一次技能 二 四 六 喔 有機會 欸 上面好漂亮喔 乾脆直接變成銅色 然後下面這邊的拆分呢 我們就 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就有兩個暗橫牌 よし 十六關的 以三拿機先看一下吸什麼顏色 不要吸到暗的話都還蠻有機會的 よし 阿 不過光喔 好可怕喔 唉唷 好可怕喔 等一下喔 先把上面變成單色 有時候有轉轉其實也是一個好事 這個真的避免不了嗎 吸收真的超討厭的 不過看剛剛的火力 其實再一個橫排就好了 一個橫排然後希望你不要再吸到了 這邊好可怕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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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的Blufma 太好打了 這次遊戲有配一個平衡殺的武裝 所以就算碰到說出人 靠一個貫穿也可以打穿 但是依舊很痛 開技能 嗚啊 嗚啊 這個 這個有點糟啊 硬做一個貫穿好了 有時候就是要善用這個轉轉 18的手指 不是手指 解量會變少耶 嗯...不過他也是惡母Type的 所以一個橫排就足夠 所以一個橫排就足夠 拉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盡量 水多消一點好了 水額外消兩串 讓Vergio能夠打出27倍的傷害 呵呵呵呵 火力好高 有Neputora耶 好難得喔 Neputora有一點想要先稍微耐久一下 等... 血量減少結束再打會比較好 也不能隨便消了 我們先存一下回復好了 先看一下點打多少 5萬多加上手指半減沒有影響 回復撈出來 然後這邊稍微配一下combo數 然後剛好轉轉 也結束了嘛對不對 嗯...怎麼辦呢 這邊其實不用開技能也可以吧 不用開技能嗎 怎麼辦好苦惱喔 還是要先開Legging Lab啊 我知道了 先開Legging Lab的技能 然後再開遊戲 剛好版面的... 哇... 太多了 等一下太多太多了 哇... 這個... 沒辦法拆了 只能這樣子了耶 這個超糟糕的 20關的... 拉龍 月朵龍比較麻煩 要看顏色 拉龍的話 應該一次靠火力打過去就好了 那我們就開VIRGIO 希望顏色好看一點啦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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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好看很重要 OK... OK的浪費 5... 5... 8... 9... OK... OK OK OK... 直接先把你打到超更性 然後攻擊力上升之後呢 這隻會打非常的痛 所以HP一定要先做好管理 那我們這邊再開一次VIRGIO 2 4 6 8 10 10顆喔 10顆10顆 10顆應該也算是好拆分的版面吧 天啊好可怕喔 我再數一次喔 3 3 喔 可以可以可以 應該吧 可以都是跟自己說的 這樣應該是極限了 6 7 8 OK 這個也太好打了吧 中途完全沒有碰到障礙耶 兩隻VIRGIO這樣搭配起來技能的快轉率也很好 YES 抵裂界順利通關 這一次的編程呢你要說是搞笑我倒還是不覺得耶 我反而覺得這一隊超級強的 很多人的編程呢都會放兩隻的Legging Wave 不過這一次我也只有一隻而已 所以編程稍微做了一點改變但意外的很強 不過要有兩隻的VIRGIO好像有一點點困難 但如果有的話我會蠻建議能夠稍微組看看的 超好玩 喜歡我的影片希望能夠幫我按讚和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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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